外阴搔痒是什么原因 用什么药 这个题目是比较大的 因为外阴搔痒它有完全不同的原因 那么我们从最常见的原因开始来讲述 首先就是真菌性阴道炎 就是外阴阴道面珠菌病 这种情况是有严重的外阴搔痒的 同时伴有豆腐渣样白带 以及反复发作这样的一些特征 那么这些女性她阴道外阴搔痒到什么程度 就可以坐卧不安甚至影响睡眠的这种程度了 这是一种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往往需要局部应用 抗真菌的药物 比如达克宁啊 卡尼丁啊 就是可没做骗啊 等等这一类的药 如果说涉及到反复的发作了 应该口服抗真菌药 这是第一种最常见的原因 就是外阴阴道念珠菌病 那么第二个常见的呢 就是外阴营养不良 那么这个病呢 是一种长期困扰女性的病 不是一个短期现象 那么它多半年龄大的人容易发生 目前我们对这种病的原因呢 也没有搞得十分清楚 那么我们在治疗上呢 首先以止氧为主 那么局部用一些 本海拉鸣乳膏啊 那么还可以用一些维生素乳膏 比如维生素A 维生素E乳膏 都是可以有一定的效果的 那么还有的医生呢 释除局部的微波照射等等呢 也获得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根治的方法呢 目前还是没有的 这是第二个常见的原因 外阴营养不良 那么第三种呢 比如低虫性阴道炎 低虫性阴道炎 它的痒啊 不是那么明显的 但是呢 它确实是有痒 同时伴有有异味的白带 黄色的白带 那么这种呢 是一般通过性胶传染的 那么这种呢 我们如果一旦诊断了 是低虫性阴道炎 我们可以 你局部应用 假消做一类的药物 口服 替消做一类的药物 并且呢 需要配偶同时治疗的 还有一种 不是特别常见的 外阴神经性皮炎 表现在局部的皮肤增厚 变粗等等啊 然后这一块呢 总是痒 那么这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用一些 含有激素的乳膏 但是这种呢 确实是含有激素的药物呢 是不能长期用的 用一个月以内就可以了 其他的方法呢 比如手术的方法呀等等 那么这个需要去专业的医生治疗 我们通常这种外阴神经性皮炎呢 一般是在皮肤科治疗的 还有一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要在皮肤中间把钱贴了 就是在皮肤中间的盐 就是在皮肤中间的盐 ��면 재밌了